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月13日发表了了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 曾中国中心研究员董一夫的书评 《从一大到梁家河》 政治宣传在中国如何无孔不入 在作者看来 中国人生活在政治宣传无孔不入的世界里 近年来 中国官方的宣传口径 对忠诚度的要求 以及对不和谐生硬压制的力度 在世界范围内可谓数一数二 在很多人看来 宣传一不真实 二不理智 因而不值得研究和推敲 然而 尽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飞速发展 没有无孔不入的政治宣传的中国 仍然是难以想象的 实际上 借助网络等现代化的传播工具 政治宣传传播甚至更加高效 更加无法抗拒 这篇书平时为耶鲁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和若书近期出版的新书《策展革命》 毛泽东年代的政治陈列所写 作者认为 这本书可以为人们如何看待中共的政治宣传打开一个大大的窗口 一般人对宣传的认识 首先来自于那些被命名为党的喉舌的宣传工具 报纸 广播 电视 电影等 不过 策展革命 毛泽东年代的政治陈列 以下简称策展革命 告诉人们 我们周围世界被刻意摆制和构造的环境 实际上都是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策展革命选取了毛泽东时代在上海出现的六个案例 来说明宣传的五远福建 中共一大绘制的展览设计 上海翻瓜弄棚户区工人新村的建设 五六十年代的红领经 接受的爱科学 破迷性教育 文革前的阶级教育展览 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功勋展览 上海博物馆在文革破四旧时保护文物 文章写道 从表面上看 尤其是对没有亲历过毛时代的人来说 策展革命讲述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相隔甚远 但实际上 几乎任何一个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 都在半个世纪前直接受到了毛时代政治宣传的洗礼 如今 正是这些受洗一代中的部分人 在中国各个领导层掌握着主要权力 他们所做的种种对中国有着及时或长远影响的决策的根据 有许多也正来源于他们自儿时以来通过宣传 而被过滤和传输的政治经验和思维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 尽管策展革命集中展现的是毛时代的政治宣传 但书中案例所描绘的宣传却依然活在当下的中国社会 这一点从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型展览上 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政治宣传是如何蔓延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 就我与那些亲身经历过毛时代的前辈交谈所得出的结论而言 我发现在个人层面 人们对宣传的就范大概有两种途径 一是教育一种自外而内灌输的代名词 这其中包括同龄人之间的相互影响 二是威权 即在政治运动的高压下 自我反省并调整严形的生存机制 BBC中文发表记者常思颖的报道 题目是 中美决力下一个战场 非洲 12月13日 美国发布最新的非洲战略 这是川普任期内首份非洲战略 阐述美国在经贸、投资、军事、安全等多方面对非洲政策 美国多年来把非洲置于次要战略地位 为何此时提上议程 多位学者分析 美国其实是相装武剑 意在配工 新的非洲战略并非针对非洲 而在抗衡中国 对中国来说 非洲在过去20年里一直处于其对外关系中优先地位 中国推动建立紧密中非命运共同体 不仅大规模承包非洲的基建工程 还投资能源和矿产 势头之猛烈 甚至令批评者认为 中国正在非洲开辟经济殖民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在非洲耕耘多年的对手 姗姗来迟的美国将如何与其争锋 亦或这块欧洲的旧殖民地只是中国虎和美洲报相争的借口 战场其实在别处 针对中国的非洲战略 发布此战略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John Bolton说 新非洲战略的首要考虑是 非洲大陆的持久稳定 繁荣 独立和安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博尔顿指出 非洲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 即使我们以前不理解 此刻在与中俄两国的竞争中也应该强化这一点 所以此时对我们来说是个转折点 博尔顿点名指责竞争对手中国和俄国 说两国正在迅速扩大其在非洲的财政和政治影响力 他们故意且积极地在该地区投资 以获得超越美国的竞争优势 他指责中国利用贿赂不透明的协议和债务战略手段控制非洲 并谴责中国企业腐败横行 不符合美国发展计划所要求的环境和道德标准 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事务学院的助理教授马加士 Joshua Eisenman专门研究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以及中国与美国非洲的对外关系 鉴于美国在非洲的利益极少 以及川普政府向来不重视非洲政策 他对新非洲战略表现出的极强的对抗性非常惊讶 几乎所有博尔顿提到的事情都针对中国在非洲的行动 或者间接相关 马加士对BBC中文说 这是他所见过的针对中国对抗性最强的非洲战略 对于另一个竞争对手俄国 马加士说 报告基本上只是一带而过 新非洲战略着重强调美国优先 博尔顿说 按照新的策略 我们做出的每一项决定实行的每一项政策 以及花费的每一笔援助 都将推动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先考虑 澳洲国立大学政治系学者宋文迪 主要研究美国外交智库和对华政策 他对BBC中文分析 中国崛起 中美敌对争锋的局势越趋明显 美国需要认真准备与中国长期争霸的现实 但现阶段美国国力相对下滑 在全球各地参与的事物也多 必须开始减少开支 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关键处 再加上川普选民较强的孤立主义 内因外因殊途同归 减少支出 凡支出必用在刀口上 开拓经贸投资 新的非洲战略提出三个核心目标 加强美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 促进美非两国的共同利益 打击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和暴力冲突 确保美国纳税人的援助资金得到有效利用 关于增进美非经贸往来 美国准备重新谈判既有的贸易协定 希望建立互利的伙伴关系 博尔顿强调 要用双边而非多边的方式谈判 然而 新非洲战略并没有在经贸方面提出具体的合作方案 中国在十年前就已经成为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 根据美国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统计 自2000年以来 中非贸易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 马加什说 中国基本主导了非洲的基础建设 并在消费品和资本产品的销售上 占据极大优势 在这些方面美国没有经济实力与中国竞争 上海外国与大学研究中非关系的学者汪段勇也认为 基本看不到美国在非洲市场上的发展空间 他对BBC中文说 首先在基建方面 并不是美国公司的竞争力下降了 而是在主动撤出和放弃 而非洲的其他产业也不太可能有美国的发展空间 汪段勇说 非洲的投资大多是产业链投资 而非单一项目的投资 比如说 要发展矿业就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 而美国在很多自然资源的投资上在收缩 尤其是能源和矿产 他举例说 以前刚果民主共和国最大的铜矿 由美国的自由港公司持有股份 2016年 该矿56%的股份 卖给了一家中国私营企业 现在成了一家 中国、美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合资公司 马加士认为 新非洲战略的目的 其实是想尝试给非洲市场多一种选择 现在更多是给予企业一个选择 而非刺激他们采取行动 他说 但问题在于 这样的选择能否实现 一方面 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 不能向中国由政府主导投资 另一方面在于 美国公司是否愿意开拓非洲市场 根据他多年研究中非关系的经验 马加士说 非洲的领导人想要 美国这样一个选择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 国际传播系的助理教授列普尼科瓦 Maria Ravnikov 专门研究非洲与境下的中国 他认为 非洲大部分地区不会欢迎美国的新战略 他对BBC中文说 非洲现在的情况映射了冷战时期的弱国 加在两个大国的竞争之间 是政策的接收方 没有谈判的余地 必须站队选择队友 南非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管理学院副教授古梅德 William Gamet对非洲当地媒体表示 新非洲战略虽然会减轻美国疏远非洲人的印象 但是制定的太晚 给非洲提供的好处太少 他呼吁 非洲人现在必须谈判 以获得更好的协议 减少发展援助 在对非洲的援助方面 博尔顿列举了近几年的资金数目 2014年至2018年 美国对南苏丹和周边国家的难民提供了约37.6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在2017和2016两个财年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对非洲的发展 安全和食品援助分别提供了87亿美元和83亿美元的援助资金 但是川普政府否定了这些援助的成效 博尔顿说 数十亿纳税人的钱收效甚微 除了未能铲除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暴力祸害 这些钱也没能阻止中俄等国在非洲扩张权力和影响 宋文迪说 减少援助意味着 美国准备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和中国在这方面的进驻 在中国方面 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不断增加 由于未加入金河组织OECD 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无法得到确切的数据 不过汪断勇认为 中国一直在以贷款的形式为非洲提供发展资金 表面上看是贷款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援助 它将其称为隐形援助 他解释说 非洲的投资环境和商业条件太差 很多情况下无法达到国际贷款的条件 在不能满足国际商业市场的情况下 中国却可以提供大笔贷款 从这个意义上讲 恰恰是在补充非洲国家急需的发展资金 重组维和力量 川普政府决定重新评估对联合国维和任务的支持 新非洲战略提到 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G5 Sahill Joint Force应该由其成立国部基纳法索 乍德、玛利、玛利塔尼亚和尼日尔拥有主导权 而非依靠欧盟的支持 此联合部队于2017年2月成立 由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5000军事人员组成 以促进跨区域密切合作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欧盟一直是萨赫勒五国集团的重要政治伙伴 已经提供了1亿欧元来支持联合部队的运作 今年10月 欧盟再次对五国集团提供了1.25亿欧元的援助 对中国来说 联合国违和士气承担国际安全责任的主要平台 2017年 中国在联合国组建了一支8000人的违和部队 今年11月 在安理会关于加强非洲违和行动的辩论会上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再次呼吁加强联合国 在维护非洲和平的努力 美国重新评估联合国违和任务 并不意味着直接撤销违和部队 宋文迪分析 美国还是希望行使自己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行使否决权的权利 在减少开支的同时维持美国的实质影响力 普尼科娃说 联合国违和部队中固然存在腐败情况 但是降低这个平台的重要性 不利于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 反而给了中国更大的空间 保持军事实力 在对非洲的军事合作上 美国也在减少投入 今年11月 美国国防部宣布重新部署驻扎在非洲的军事人员 在接下来几年内 预计将把非洲司令部的7200名军事人员减少10% 而中国却在加强军事合作 2017年7月 中国军方在非洲支角吉布提成立军事基地 吉布提是连接欧洲中东和南亚之间海上贸易的主要动脉 也是在非洲大陆展开军事行动的起点 中国外交部一直声称其为后勤保障设施 认为它在规模和功能上达不到军事基地的级别 但外界一直认为 吉布提基地标志着中国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的诞生 博尔顿说 很快 吉布提可能会将对鸿海的战略性航运港口的控制权 交给中国国有企业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非洲支角的力量将转向中国 美国军事人员将面临更多挑战 宋文迪分析 此举暗示 美国虽然在减少非洲的军事支出 但仍要保持住 吉布提在印太战略中的稳定地位 整体来说 不论是经贸投资还是发展援助 美国都在减少支出 而在军事和维和方面 美国把精力投入在主要影响力上 如宋文迪所说 美国总体是在减少对非洲的参与 把资源省下来 投注在欧亚大陆的主要战场上 以增加美国与中国长期争霸的续航能力 苹果日报发表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的文章 题目是 制裁加拿大使再搬石头砸自己 今年很忙 三月以来 本是个金融学者的我 偶然被民进总编陈小平拉进了点评中美贸易战 开始系统研究川普政策 团队 研究全球化不可能三角 并建立公式模型 我一直认为 中国打不赢 要全面妥协 部分协商 也发表了多篇文章 不幸严重 包括川普的各种手段都有预警 本来没啥好研究的了 又出了孟晚舟事件 先是外交 强硬表态 再有关媒制造气氛 要收拾美国小弟的意思 小粉红群情激愤 感觉这个软柿子可以捏下了 对美国是不敢再硬碰硬的了 经过几个月的贸易战压力测试 可以说中国的经济不堪一击 全部按照几个月前所说的 写的路线图和时间点发生了 而美国只用了不到二成公里 加拿大并非软柿子 在美国历史上 能够打到美国领土上 占领华盛顿 火烧白宫的国家 只有一个英属加拿大的民兵 204年前 加拿大也是二战期间 跟美国联合研制原子弹 自己可以制造原子弹 而煤造的唯一国家 后来强力要求全球销毁核武器 其总理被时任美国总统 列根骂成傻X 加拿大总理经常被美国总统 骂成傻X 但是 最后都按加拿大要求的去做了 加拿大是北约成员美国盟国 经济上 在中国还在为温饱而劳作之际 加拿大就是西方七大工业国之一了 现在 刚能吃饱肚子就牛气起来了 美国远不及加拿大 福利好 墙内达官贵人亲属密集国 每家资源丰富和有钱呢 至于外交上 美家并非完全一致 但是 在华为问题上 更多的国家 明确支持加拿大 包括俄罗斯 是个看得到 还在发生的事实 前几天 自由亚洲电台的美女 问我中国不良贷款 与欧美国家的比较 我才回到自己的专业上来 研究了全球 200个经济体的十余年贷款 结论是 就州级来看 大洋州的澳洲和新西兰 不良率最低 其次是南北美洲 欧洲参差不齐 好的是英国 瑞士 德国和法国在3%左右 高的是希腊 超过45%等 最好的国家就是加拿大 长期低于1% 金融危机年份 也没超过美国 加拿大和澳洲最诚信 中国的不良贷款不能比 我干过银行和监管银行多年 安息做假账 到期换张贷款借据 就又成了正常贷款 僵尸企业贷款都能做成正常贷款 还有很多手段 加拿大在中国大饥荒 时期不顾英美 反对大量援助小麦等不提 中美贸易战后 中国最大的粮食农产品进口国 就是加拿大 不然农产品会涨价拟得加息 泡沫爆破 日本知道不再援助中国了 民众才知道被援助了40年 12月中旬 人民日报旗下的海外网 发布了孟晚舟保释后 加拿大还要继续当马前卒吗 指出可能对势透正好的中加经贸合作 蒙上阴影 中国已成为加拿大第二大交易伙伴国 加拿大统计局资料 2017年加拿大与中国双边货物贸易达729.4亿美元 增长13.2% 其中加拿大对中国出口为182亿美元 同比增长15% 高于对美国出口7.4%的增速 官媒不会告诉你完整资料的 不过 稍微计算下 加对中出口为182亿美元 从中国进口547.4亿美元 加国对华贸易逆差365.4亿美元 是对华出口的二倍 中加贸易加国一天逆差1亿美元 中国确实是加拿大第二大交易伙伴 贸易总额仅占4.3% 加美占76% 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的都是中低端商品 可以替代 中国从加进口的是粮食农产品 纸浆和高端设备等 简言之 抵制加跟抵制美一样 至于抵制加国服装公司加拿大俄 因其使用捕售加捕捉胶狼被认为非常残忍 加拿大人抵制加拿大俄 一直比中国人很多了 本来有一次希望跟加拿大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 现在搁浅了 而且 川普跟加和墨西哥签署的新北美贸易协定 有专门排除跟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协议条款 偷偷告诉你 这个协议是按照加方的意思签署 还有川普非常讨厌的男女同工同酬的条款 据传 加方跟中方谈判中要人权内容 加拿大时事宇宙第一隐性强国 对于动辄深情的官媒和无知小粉红 我送你们一副对联精神病人思路广 脑残儿童欢乐多 横批 坚决不智